Richard Hayes认为保罗因为是一个论所闻 所以他很明确地讲到 这个伦理的背后的基础理由 还有他的伦理的核心的要求 还有他伦理的动机是些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是谢乐滋 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专任老师 在学校教授新约相关的课程 我们上一集其实提到Richard Hayes 他提出一个伦理思考架构 包括几个步骤 包括描述 综合 诠释 然后应用 那这一集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描述的部分 那新约其实包括27卷书 就是非常的庞杂 那所以也没有办法很深入地详细地解释每一卷书 那Richard Hayes他的做法就是稍微大略地去描述 这卷书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还有他所架构的这个伦理框架的世界 然后他对门徒们或是对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伦理的诉求跟要求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对经文的一个观察跟描述 那他首先提到的就是保罗书信 他认为保罗书信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主题 第一个就谈到这个末世论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就我们脱离这罪跟死亡的权势 然后就我们脱离这些过去的这些束缚我们的这些的捆锁 然后带我们进入到这义根神掌权的一个国度当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的实价就扮演一个核心关键的角色 那耶稣也成为我们效法跟跟随的一个对象 那耶稣如何舍己 我们应该要像耶稣一样谦卑舍己 不求知己的溢出要顾念那些软弱的 另外他也提到这个群体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 然后我们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彼此的造就 我们要和平 我们要合一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故事的世界 那他在这个大框架之下 在谈论他的一些伦理的诉求 那Richard Hayes认为保罗因为是一个论所文 所以他很明确的讲到 这个伦理的背后的这个基础理由 还有他的伦理的核心的要求 还有他伦理的动机是些什么 这个背后的基础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 然后我们就要有基督的样式 然后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 那另外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 引导我们 那我们就是要遵从圣灵的引导 然后这个核心的诉求呢 就是要像耶稣一样 谦卑舍己 顾念别人的需要 然后还有就是要彼此的相爱 那另外就是谈到这背后的动力来源 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吹逼我们 将神的爱注入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样式 那这是保罗的一个核心的诉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就是马可福音谈的是什么 那马可福音跟保罗就不一样 它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好像 有一个条列式的说明说 就是应该这样做 或者是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它是讲故事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说 这个故事它到底在表达什么 然后我们如何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那马可的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谁 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 那在这卷书当中 一个不断在问的问题就是耶稣是谁 那最后的解答就是 耶稣来到十字架上 然后揭示他的身份 他是神的儿子 那个百夫长指责他说 你就是神的儿子 那也就是说 耶稣的身份跟他的十字架 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这也是整卷书的一个核心的诉求 就是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要背起十架 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 舍己服侍人为首的 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那所以门徒们 他们就是要来学习效法耶稣的榜样 学习这样一个舍己的样式 那另外就是马可福音其实也提到 就是神的国已经透过耶稣基督 闯入到这个世界 那将来耶稣基督要荣耀的降临 那随时都会再来 那在这个阶段当中 旧的世界已经慢慢过去了 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世界上的 这些权力地位财富荣耀等等 那我们也不是像犹太人 使守这个律法 或者是这些捷径的礼仪 那我们要慢慢的转化 有天国的样式 但是这当中就会有这些张力 那门徒会有迫害 会受压迫 那门徒必须学会要来忍耐 要来依靠上帝 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的核心的诉求 接下来马太福音 Rachel Hayes认为马太福音 强调的是耶稣作为一个教师的角色 所以在这卷书里面 我们会看到耶稣常常坐下来 然后有很长的一篇讲论 那就是关于教导门徒 如何过一个门徒 或是神国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会熟悉的这个五到七章 就是登山宝训 另外像十章 十三章 十八章 二十三章 二十五章 这个所谓的五大讲论 那耶稣在当中就会谈到这个天国的伦理 那当然耶稣谈 他不是不像这些 一世纪十海古卷的这些 爱瑟尼人 他们会好像很巨细迷移的 有这些教规 教条 耶稣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智慧传统 他谈这些其实是要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 就是要从内里发出来 他是透过这些教导 要行硕我们的德性 那他要求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 然后要有超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那门徒的责任就是什么 就是受教 就是要来学习 所以耶稣他会说 我教导你们 你们就要去遵守我的话 就像房子盖在盘石上 或者是说像最后 他说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使他们成为神的 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教导 然后学习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他有非常高的 道德要求跟标准 刚刚提到这个 完全 义等等 那马太也了解 其实我们都很软弱 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他也很强调 怜悯的重要性 他提到说 耶和华喜爱怜悯 不喜欢祭祀 那他也提到 要饶恕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要饶恕人 七十个七次 那对马太来说 这个末世的确随时会到来 但是他也认为上帝 也可能有所延迟 那在这个延迟的过程当中 教会现在有他的使命 就是要去传扬 要去教导 然后要去传扬耶稣基督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会与我们同在 他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然后他会不断的 施加恩典给予我们 这是Richard Hayes对马太的 他认为马太所架构的 这个伦理的世界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路加福音 那路加福音他强调了 就是耶稣 他其实延续了旧约的应许 那他来就是被圣灵高模 成为这样一个 弥赛亚的一个角色 他来是要带来释放 叫夏颜的得看见 叫贝鲁的得释放 那他同时在这卷福音书里面 也强调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 将来要来的那位 像摩西一样的先子 那这个摩西当然 也是带来一个解放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另外他也强调 耶稣是一个义人 那这个义人 其实Richard Hayes认为 跟当初的马加比革命的 这些劣士 他们也被称之为义人 所以这几个形象 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 作为摩西一样的先子 作为一个义人 作为这样一个劣士 其实都在强调 就是耶稣来 是要带来一个解放的一个信息 带来一个释放的一个信息 带我们脱离疾病的捆锁 带我们脱离罪的捆锁 带我们脱离这个贫乏的捆锁等等 所以这个是路加 所强调的一个核心的信息 那路加对门徒的诉求是什么 其实就是效法耶稣 在使徒行传 门徒们领受圣灵 也是一样受高 成为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 医治 然后带来释放 带来叫百姓从罪得释放 从疾病当中得释放 他们同样的 也是像义人一样受苦 被这些犹太官长迫害 被这些外邦的群体迫害 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措施 而是因为他们是义人 他们是遵行上帝的话语 那所以这个是路加的一个伦理的诉求 那路加他不单是释放我们脱离这些捆锁 他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 那这个群体是一个翻转的群体 富足而成为贫穷 贫穷而成为富足 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再是敌对 而是一个和好的群体 这个男跟女不再是上跟下 而是一个平等的群体 那这是路加所强调的 就是耶稣基督 还有这些使徒跟随耶稣的人 带来一个释放 跟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群体 我们刚刚看到这几个不同的书卷 其实他就有描述了 各个不同的耶稣的形象 还有对门徒们有各个不同的 诉求跟伦理的要求 有的把耶稣描述成是一个教师 或者是他是一个启示者 或者是他是一个弥赛亚 或者是他是一个摩西一样的先知等等 然后对于门徒 有些强调的是舍己 有些强调的是教导 有些强调的是我们要跟随耶稣 要谦卑舍己 那这些不同的形象 不同的要求 那另外对于末世论也有不同的描述 有的认为末世即将到来 有的认为末世是延迟的 那在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谈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他强调末世就是当下 那所以这些不同的书卷 其实他就有不同的声音 对耶稣有不同的描述 对门徒们也有不同的要求 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 Richard Hayes 他怎么样 在这些多元不同的圣经的声音当中 他如何做这样一个终整的工作 然后来找到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共通的元素 或者是一个共通的价值伦理在当中 我们下一集见 阿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